好多款,真的很難選擇 怎麼這麼古佬? 我家正在來裝修 現在正在選擇廚房的台面石 但雲石價錢又貴 人造石又怕有食飾問題 都不知怎麼選擇,真是好玩 其實選擇台面石又有什麼好怕 今天裝修妹和大家分享幾種常見的台面石種類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天然雲石 它的好處是文理天然豐富,高貴大方 質地比較硬,比較抗刮,而且內磨 它的缺點是由於天然石毛細孔會比較大 會有食飾問題,不耐熱,而且容易裂開 保養方面都會比較麻煩,價錢方面都會比較貴 然後是人造石英石 它的成分是以石英砂為主要材料 混合了人造樹枝 再加少量玻璃,礦石等等壓制而成 它的好處是本色方面選擇比較多 而且質地比較硬 內熱,內磨,內刮,還不容易有食飾問題 但它的缺點是沒有辦法做到無縫的處理 所以會有明顯的折衡 最後是人造石 它的成分是礦物填料,加入亞加力膠,醉脂等等壓制而成 它的好處是顏色選擇多,容易搭配裝修設計 材質軟身容易加工,可以做出各種桌面形狀 它的缺點是因為質地軟身,容易刮花 人造石上有深色的液體,即時抹走是沒有問題的 但隔夜之後再處理就會有食飾問題 原來選擇桌面石也有這麼多項問 我以後會怎樣選擇 以後大家就要因應自己的需要 選擇適合自己的桌面石 今天張小妹告訴你,知道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